在马来西亚 几个强匪企图利用土制炸弹 炸开一家银行的提款机 不过计谋无法得逞 最终空手而逃 遭殃的是这家位于雪兰俄州的大众银行 警方相信超过一名歹徒在凌晨5点潜入银行 企图以土制炸弹炸毁银行服务中心里头的提款机 现金和支票存入机 土制炸弹的威力强大 导致提款机所在位置的天花板塌陷 玻璃门的碎片洒满一地 墙壁也出现了裂缝 抢匪在没有抢到一分钱的情况之下 仓皇逃命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另一枚没有引爆的炸弹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事发时银行没有保安人员执勤 相信这是过去17年来 有抢匪第一次企图闯入这家银行干案